在目前所有的视频中,我们一直使用了一个经济理想假设 经济理想假设也就是完全竞争 完全竞争的意思,大家估计都懂 这里我想讲解一下它的经济学定义 看完全竞争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实现 需要了解的是,基本没有市场真正的处于完全竞争 但是存在接近完全竞争的情况 完全竞争对消费者很有利 有时间的话,我在这一节中将会讲到 要实现完全竞争,你需要有很多的竞争者 第一条就是要有很多的参与者 他们需要是为相同买家而竞争,提供相同的产品 他们的产品是需要同志的 记住,我们讲的是经济理想 基本没有市场提供绝对同志的产品或者服务 我们现在谈的是经济理想 下一个条件是,无进入壁垒 没有进入壁垒 如果市场对于其他人有吸引力,其他的人可以没有障碍地进入 如果市场上的公司能够获得利润,这意味着市场很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里的收入将大于机会成本 人们会进入市场 为了让市场形成完全竞争 我们不可以有壁垒,不能阻止其他的人进入 这之上既已存在的公司不能有优势 一旦有人进入进来,只要他们有足够的能力 他们就能和原来已经存在于市场中的公司公平竞争 最后一点很重要 也就是价格信息透明 买家和卖家对价格都心知肚明 大家都需要知道价格已进行比价购买 卖家则需要知道所有的价格信息已给出合理的价格 良好透明的价格信息 近似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是存在的 纯粹的完全竞争几乎不存在 但是美国航空业很近似于完全竞争 我们可以看 它和定义的几点匹配的怎么样 航空公司显然是有很多 产品是不同制的 至少这些公司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会在服务上进行差异化 提供还是不提供食物 提供什么食物 以及收取行李费用怎样等等 但是大多数人不过是想买 从旧金山到纽约的经济舱票 在他们看来 产品几乎同质 可见第一点上 航空业满足得很不错 无进入壁垒 美国航空业还是有一定的壁垒的 你需要几十亿美元 筹集不到大量的资本 是开不起航空公司的 毕竟飞机的租价和买价都很贵 你还需要租用机场航站楼 获得着陆权 这些进入壁垒是有的 但一般而言在美国 只要你是美国企业 外国企业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只要是美国企业 只要有资金 你就可以成为下一个 维征美国西南航空 或者捷兰航空 虽然进入壁垒还是有一些 但是门坎不高 政府没有说其他的人都不能进入 既然有航空公司没有优势 这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我明天开一家航空公司 只要价格和服务都不错 人们肯定都愿意做我的航班 航空业在这一点上满足得很不错 良好透明价格信息 这正是我选用航空业的原因 任何行业的价格信息 可能都没有航空业那么透明 如今我们有互联网 什么都可以查得到 如果你要从旧金山飞往纽约 你可以在各大旅行网上查询价格 这些网站会列出价格 并且按价格排序 人们可以选择便宜的一张五六百美元的机票 几美元甚至几美分的差异都一目了然 这里的价格信息非常棒 显然卖家也有自己的IT系统 航空公司对彼此的情况都很了解 航空业和很多行业一样 它都没有绝对的完全竞争 但是它已经很接近完全竞争了 现实世界中你们也可以看到 航空公司的利润比较微薄 不管是会计利润还是经济利润而言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供给和需求的曲线 横轴衡量的是航空业的量 单位是十亿客运里程每周 听起来可能有点怪怪的 但是其实概念很简单 这里客运里程也就是每周内被使用的座位数 乘以每位的平均英里数 这衡量的是一周内有多少航空出行量 而纵轴则是每客运里程的价格 这里是供给曲线 供给曲线 要开始提供航空服务 航空公司愿意相对便宜的价格 也许是他们能够找到最好的机场 着陆权更便宜或者租金更便宜这些 但是随着航线的增多 也许到更小的城市 也许是更低效的飞机 提供增量里程的价格会越来越贵 而需求这一方面 如果航空出行太贵 很少会有人愿意这样出行 如果很便宜 很多人会愿意选择这种交通工具 下面假设市场是这样 得到均衡的价格 这里是均衡量 以客运里程计 我们先假设 让参与者有经济利润的价格水平在这里 在这里 这是零经济利润时的价格 或者说中立经济利润 正常利润 这是经济利润为零时的情况 如果价格是这样 那么这些航空公司 对于关闭还是继续提供服务 态度中立 但根据我们这里画的 这个价格低于当前的均衡价格 也就是说当前的均衡价格 高于零经济利润时的价格 这些航空公司正在得到 挣了很多的经济利润 这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呢 这意味着其他的公司 都希望进入这个行列 这是之前的供给曲线 但是航空公司意识到 他们能提供更多 不一定是新的航空公司 可能是已有的航空公司 他们可以买更多飞机 提供更多航线 过不了多久 供给曲线会像这样平移 这将是新的均衡价格 新的均衡价格 仍然大于零经济利润时的价格 我们还是在获取经济利润 还是有更多的人希望进入 这样就会有一条新的供给曲线 像这样 这是新的均衡价格 注意到我们一直在 沿需求曲线往下 随着供给的量的增多 量越来越多 但是价格在下降 但是均衡价格仍然高于这一条线 还是有很多人希望进来 一直到我们最终达到这一点 此时的均衡价格 是所参与者经济利润为零时的价格 任何人都没有进入这个行列的动机了 因为此时的经济利润是零 所有人此时态度中立 我就讲到这里 这是完全竞争的情况 没有进入壁垒 越来越多的人进入 价格下降量上涨 下一节我将考虑完全竞争相对的另一端 也就是垄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竞争相对的 几条 m 1 1 2 3 3 6 7 8